71岁的单亲父亲苏瓦拉马念 一年两次中风入院 全身瘫痪 21岁的女儿九弟持续工作在家照料 没有收入 家庭财务窘迫 九弟身上只剩下20令吉 一天只吃一餐面包或饼干 学龙则机之工接获提报 给予急难补助 一个月前她的体重是45kg 一个月过后她现在掉到35kg 一个月的时间照顾爸爸 她可以减了10kg 所以可见她的压力是这么大 父女俩相依为命 九弟细心照顾起居饮食 报答父亲养育之恩 医生疾病 医生疾病 我没有养育之恩 因为我孩子 我父亲也不养育之恩 用爱陪伴成为依靠的家人 则继志工相约好 在酒地需要时就会出现 如果没有人面前面 所以你只能在酒店里 可以在酒店里 或是在酒店里 大约新闻症 赛美志工杨维辉 马来西亚报导 哎呀,快遇見了